如果当你内心有一个声音就觉得说 想要有不同的生活或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要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 嗨 欢迎收听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力梦想的访谈频道 我是节目主持人 Anne OK 各位期待已久 女力和Janet的专访下集终于来了 今天你将会听到更多Janet分享 她在美国磨练和生活的过程中获得的启发 还有那些学校没教的是这个节目诞生的故事 就当Janet回想到出国前的自己 她和我们分享当时的焦虑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其实是个蛮好的学生 可是进到职场啊 然后在人生就是真的成人 然后独立生活之后 我发现有很多事情 是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教过 然后可能家庭也没有告诉我们的 然后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就很茫然 不知道听完刚刚Janet分享的那句话 你有没有和我一样 不停地在点头 好啦 我们赶快来听听Janet在找到方向后 又再次做出改变 开始经营podcast的女力故事吧 我觉得就是自己真的有踏出国吧 踏出国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算是独生女长大 然后虽然说我妈还蛮就是让我独立 因为我从小她就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 所以她工作非常忙 但是就是其实她还是蛮保护我的吧 其实那时候我妈虽然一开始鼓励我出国 可是最后已经准备要出去的时候 她还会说 她还会开玩笑说 你确定要出去吗 就是她还是会 就是担心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算是自己有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想办法磨练出一些技能 然后生存啊 然后就是 就认识不同的人 因为我觉得 如果当初没有出国 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来这几年真的 就是硕士跟在新创工作啊 都帮助我改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算是把自己就 啊算了不管了 就出去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心态 当时也不会预想到 哎现在可以在美国待那么久啊 然后收获蛮多的这样 哇 我觉得我想要先就是给你一个大拥抱 我觉得你 你很棒 对啊 自己独立出来 念书 然后还经理完成学业 然后要准备找工作 跟申请工作签证 各种就是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 就是美国生活的开销各方面 对 我就觉得 真的压力蛮棒 你很棒 你很厉害 对 真的 加油 谢谢 你 我觉得你会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 再来 我们现在刚刚往后看 我们现在往前看 你希望未来大概三年 就一到三年的时间 你希望到时候的Janet 跟你今天的自己有什么不同 持续成长吧 就是在我工作的领域 变成一个更有能力 跟更专业的partime manager 然后在私人啊 或感情方面 也希望自己也有成长 就是可以变得更成熟啊 然后可能带人去是更优雅 或是更更圆融一点 对 然后 我觉得我现在光听你讲 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算是 很圆融了 对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 还是很多时候会 没有自信 或者是茫然吧 那我希望可能未来几年 可以透过现在的累积 跟母属 然后之后可以更有自信 然后更自在的知道说 诶 这就是我想要的方向 那就算他跟其他人 都做的不一样 哦 我了解你意思 的那种感觉 对 了解 对啊 不过也是 也有很多其他 我觉得 比如我心目中觉得 诶也是同样处境 然后也很优秀的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 啊 永远就是要往上看嘛 就是你不能说 诶 就是自满在自己的状态下 所以我都永远都会觉得 啊 可是其他人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 然后 对啊 会不断的就是 激励自己 就是一直往上看 一直慢慢就是要 一直往上爬 对 所以 Janet在逮到美国完成她的硕士学业和经历了新创公司工作后 让她成功找到一个除了工程师之外 她自己想要走的路 但这过程中她又突然发现她在工作上再怎么杰出的表现 好像都没有办法成就自己内心想要的梦想 而这一次的念头浮现 让她再次采取行动 做出改变 可能就是在新创工作那几年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很有趣啊 然后我也自己成长很多 可是我就那时候就听到一句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她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你的梦想的话 你就是永远被雇用来完成别人的梦想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对 其实我就觉得天老这边就是做牛做嘛 然后就是为了某个人去达成他的理想 或是他的 他想为这个世界做的改变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好那自己可是就是我有这个念头 就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东西 可是我就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算是大概三四 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摸索说 哎那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感兴趣的 然后就一直到 就有一些事故不同的东西 然后算是到去年的时候才觉得 哎好我对个人的成长啊 打造软实力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 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其实是个蛮好的学生 可是进到职场啊 然后在人生就是真的成人 然后独立生活之后 我发现有很多事情 是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教过 然后可能家庭也没有告诉我们的 然后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就很茫然 对 所以我都那时候就觉得 哎好那我想要去 就我自己对这方面有兴趣 然后我也想要去分享 就觉得说哎其他人如果也有这样的茫然 或是这样的不安的时候 可以可能听我的故事 或我去采访别人 去更能在他的人生中 有一个安心跟方向感吧 对 老实说你这个标题完全我一看 就是很有共鸣的很多大学生 他们在教室里面 也许某些课程教授的授课方式 他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现在吸收这些资讯 对他后面进到职场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刚讲到说 就是在学校里面教的东西 跟实际进到职场上的落差 对 而且再加上现在 资讯这么透明化 就是已经透明到 现在如果你想要上一堂 Stanford的课在YouTube上面 不需要付任何学分钱 资讯透明化科技成长的年轻人 他们会更明显的看得出说 这个只是纸 就是纸本上面讲的道理 对 我跟我朋友出去真的会通到的 对 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现在再加上 你又自己经历了那一段 自己的就是软实力的改变 从你的同学跟你说 感觉他很安静 然后没有什么input 分享出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到现在 你是做product manager 对 我就觉得 哦天哪 没有 我是还是有很多 可以成长的地方 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就是 我 我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咦 其实我在学校都做得不错啊 成绩也蛮好的啊 可是为什么 然后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 优秀的人 或者是 比我更优秀的人 但是我却发现 我们在人生中 还是有很多 茫然的点 就是 比如说 人生的抉择啊 然后你自己的 就是 如果我现在工作 不喜欢 然后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类似这种 就是 不会 一般传统教育 不会讲到的事情 然后可能你的父母 也不知道怎么教你 或者他们也没有 这样的经历 那 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 就是类似像这些主题 我觉得还 蛮想要去探讨跟分享 对啊 我觉得 总结 如果各方面 碰到茫然的 问题 最终回归 都是到 认识自己 我觉得 没错 说得非常好 真的 学会去认识自己 说你喜欢是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 你做什么事情 真的让你很开心 或者是 就像你说 你 我们需要 知道说 你的 专场 或是 你的 兴趣在哪里 因为当你能够知道 那一个方向的时候 你在持续朝着 那个方向走 你不仅开心 然后你又有 就是 十足的动力 一直朝着 那个方向前进 没错 没错 真的 你说的 总结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 对啊 然后你看 就是认识自己 这一件事 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完全 就是不太会 接触到的一个 对啊 完全没有 就现在 真的很直接的讲 我觉得 现在我都还在 认识我自己 没错 感觉会 它没有一个 终点的感觉 就是直到 大脑没有办法 运作的那一天 没错 真的 因为它也会 随着你的环境 跟你的年龄 然后它一直 不断在变嘛 所以 对 真的 没错 你现在这样 经营你的Podcast 应该有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差不多半年 因为你体验 尝试 用Podcast的方式 来做 创作 然后来跟 你的听众 做互动 这段时间 你又有什么新收获 比较有两点吧 就一个就是 真的发现 世界上 主要是台湾嘛 跟 就是会说话 一点 就来听我 分享的听众 其实真的 大家就是 有这样的苦恼 然后他们也 很开心 听到我分享 然后结果的东西 有收获 就是让我觉得 更有动力去 就是这个方向 是对的 然后我做得也很开心 然后会想要持续下去 然后另外一个收获 就是我觉得 也因为 有越来越多听众 会听 然后看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会觉得 更有义务 跟责任 去当一个 呃 做好这个角度 对 就是自己也要 努力精进在自己生活 跟进步的一个人 因为我不想要 我分享大家 可以这么做 这么做 然后自己没有在做 然后就自己没有做到 对 所以 完全的 所以就会变成说 欸自己也得在 其他时间的时候 去figure out说 欸那我到底 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步 然后有什么地方 地方可以改进 对啊 嗯哼 我有follow到 你有在做个 那个90天的 对 90天 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挑战 没有那个就是 其实我今年 呃 算是去年底啦 我就觉得 欸 现在有一些听众嘛 然后我自己 就是每一年的时候 我都觉得 新年都会 有一些目标啊 跟一些想法 都充满去 可是可能 可能二月 三月就开始 没力 然后就 就荒废了 所以我就觉得 啊 今年刚好 这一群人 他们也想要 就是他来听 我的 呃 分享 他肯定也是 想要为他的生活 就是做一些改变嘛 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就想说 欸那不然 我问看看 大家有没有兴趣 参加一个 我线上办的活动 然后就是 等于说 透过90天呢 我们一起去 比如说 你想要打造 新的好习惯 或者是想要 把旧有的 不好的习惯 改掉的话 嗯 我们透过 这90天 一起去 执行 这样 对 就是互相 大家彼此互相 提醒鼓励 然后一起 就是能够 做到那90天 对对对 然后我就 想说 欸这样子 就是也算是 因为我自己 对我自己了解 就是我 当我 给别人承诺的时候 我就会 想办法去 达成他 就比较不容易 放弃 就是如果 我只是跟自己说 好今年一定要瘦下来 或今年一定要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可能就是 我就会觉得 啊反正也没人知道 然后最后放弃了 就 就不了了之 我跟您模一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好那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就一起 然后这些人 也可以给我独处 然后我也可以 给他们一些资源 或者是一些 支持吧 就是 如果他们也想要 改进自己的话 嗯 对啊 非常非常认同 当时听到的那句话 推动了Janet 开始采取行动 经营起属于 她的podcast节目 而也是因为 经历了这两次 采取行动 做出改变 活出她想要走的 那条路 让Janet 能够回想 当时迷惘的 大学生的她 到底 纠结的点 卡在哪里 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吧 所以我觉得 因为像我以前 就是可能会觉得 大家都是这么做 可能大家念资工 然后出去就是 当工程师 或是走特 某种道路 然后我会觉得说 可是那我不喜欢啊 那我不喜欢 那我还是得继续做嘛 就好像这样东西 就只是我 我能做的 所以我就只好 自己去这样做 然后 随着时间发展 然后那个 你会觉得 越来越没有勇气 做改变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当你 就是内心 有一个声音 就觉得说 想要有不同的生活 或不一样的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要 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 就是到最后 是 这是你的人生 就是你的人生 并不是 其他人怎么做 你就要跟他怎么做 然后最后 最后如果你没有尝试 然后你老了 或真的发生什么事 没有那个能力 或那个机会 做这件事的时候 后悔的也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 要 就是要找到那个勇气吧 给自己去踏出去 然后去试试看 那我觉得 我好像大概听到 Janet下一题的答案了 对你而言 Girl Power是什么 我觉得 对啊 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不管是 你在工作 生活 然后感情啊 各个人生方面 就像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要去了解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并且勇敢的 去追逐她 还有实践她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 特别是亚洲女生 很容易被就是 年纪就是三十岁 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真的完全被灌输一个 就是 三十岁魔咒 就是你有一种 感觉就是说 哦你快三十岁了 所以 如果你现在打算 要做一件 感觉风险很大的事情 不可以 对 就是各种声音跟你说 不可以这么做 你到时候 怎么样 然后不稳定 然后那到时候怎么办 什么什么 就是各种 当然是担心 但是 你听到这些 就是担心的 提醒的时候 可是有可能 婴儿 让你更没有办法 提起勇气去做 你内心想要做的那件事 就就像你说 你生活在美国 你真的看到 有人可以过那样的生活 你就可以相信 那是可行的 没错 所以当你听到 越多的女生 有这样的 不同可能的发展 对 真的 没错 没错 哦 我今天跟你聊好开心哦 我也是 谢谢 谢谢 你现在近期都用来鼓励自己的座右鸣 是什么 someone else's opinion of you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就是回到刚刚讲了嘛 他就是说 其他人对你的意见啊 跟想法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人生也不需要其他人给你批准或评价 就你想要怎么做 其实你只要不要伤天害理 就是你就是内心渴望 你就应该去做 而不是因为大环境可能 不觉得那样会成功 或者是不觉得 你是该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你就不敢去尝试 所以我觉得就是 都 今天讲的其实蛮多都有 就是结合 环绕在这个 对 环绕这个核心 在 对 那我自己也觉得 我自己还在不断练习这个想法 因为从小到大 毕竟我们都是 尤其是女性嘛 就像你说的 就我们会很容易在乎 外在给我们的一些 世俗的眼光 或是一些限制 对 那当然我跳脱到 就是美国 或是到一个其他环境 一定会帮助我 可以说 看到其他不同可能 或是说 不要就是听那些外界的噪音 然后就好好专注在 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我也就是 得实时提醒自己说 不管 就是假如你内心 想做这个事情 或者是 比如说我在podcast 想分享某些内容 有时候会想说 这样讲好吗 会不会别人就是批评啊 或者是说什么 可是就是 我就会觉得说 不要管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message 是你希望告诉其他人 你觉得对别人有帮助的 那就还是去做 对 说haters going to hate 就是你没有办法 让每个人开心 就是真的能够 跟你是同个频道的 他就会留在你身边 没错 没错 最后 现在Janet 在女力新生上面 是作为一个女力代表 在分享你的故事 那 你心目中的 女力代表是谁 算是有两个吧 然后 现在目前最 敬佩 或是最那种 向往的一个女力代表 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那她也是 线上的一个influencer 然后她叫Rachel Hollis 不过她可能 可能台湾 是不是大家比较不会知道 我是因为听她的podcast 我才知道她 真的我也很爱她的podcast 然后她的书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她 就如果你有听她的书的话 你就知道她经历过 非常多事情 然后她还是坚持下来 然后自己创立自己的事业 跟到现在发展的这么成功 所以就是 怎么说 我就觉得 她真的是 我很敬佩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想要 以她为模范吧 对 但是我其实小时候 也不是小时候啊 就是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 然后还 但是也算小时候 对 比起现在也算小时候 对 那时候还蛮喜欢 Janet Sheer的 其实那时候 我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特别喜欢她 我也不是说 专门一直看她的节目 或什么 只是那时候就知道她 然后有看到 就电视上看过她 然后就觉得 她给人的感觉 就是好温暖 好正向 也很知性 就是她很亲民啊 可是又讲话很有内容 很知性 然后就觉得 她是个我喜欢的形象 就想说 就Janet在台湾 是台湾女生 其实蛮少 不太会用的英文名字 所以到时候就取了Janet 我的英文名字 是因为她 真的假的 是哦 天呐 那如果好吧 如果希望以后 以后 很久的以后 如果她有幸 听到这一集的话 真的 说不定她会让我采访她 我认识她一下 真的 今天真的 超级感谢Janet 哦 我们真的是 你现在那边几点 我现在班晚 六点多 哦好 那好 你比较那边比较早 不会没关系 我平常还蛮早起的 所以 yes 非常感谢Janet 今天来到 Girl Power Talks 女力行神 那我们今天专访就到这 我们要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我希望正在收听的你 听到Janet的故事 有给到你 满满的能量和勇气 像Janet一样 给自己一个机会 尝试你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一样 节目结束之前 我要来分享一则 我真的看了很感动的 一则iTunes留言 标题是 听了会上瘾的节目 留言者是 Vanessa1536 内文写到 已经听了 你力行神一阵子了 其实不太习惯写评论 但因为最近 工作和生活上的低潮 在听了 不管是Power Monday 或来宾访谈 都让我 重拾前进的动力 尤其是 台湖金亮 Karis那集的 金玉良言 我听了三遍 哈哈 Anyway 这节目 听了会上瘾 非常感谢 Anne提供 这么优质的节目 啊天啊 谢谢你 Vanessa 能够给到你们 重拾前进的动力 就是我不断挖掘 更多 女力故事的动力 而我也已经 和我们的 台湖金亮的Karis 分享了这则 惊喜又感动的留言 听到这则消息 Karis 她也非常的感动 因此 这件事情 给了我一个灵感 女力新生 将开始推行 听众 对任何一个 女力故事 有深刻的感触 甚至 你有任何内心话 感谢的话 或是鼓励的话 想要献给我们 女力代表 可以到我们 节目 详情中的连结 赞助我 寄送一张 手写卡片 感谢我们的 女力代表 那最后的最后 我想要非常感谢 每周定时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的你 喜欢我们的节目 千万不要忘记 在任何你收听 podcast的地方 订阅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忙 可以和Vanessa一样 打五颗星 或是分享你喜欢 节目的地方 甚至是你 希望我 And 需要做改进的地方 我都非常期待 看到你们的想法 更好的 也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们 分享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让我们一起分享 女力精神 好啦 那我们下周一 Power Monday见咯 Bye